各位老铁看看我们这个放大版的一个毛孔状态 这件东西是我借来的东西 屋主给他的定价大概能换40多只羊 是一个子料的手把件 我不敢放全帽给你们看 因为这个是我偷偷拍的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放了全帽会给我翻脸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像现在这样跟大家看 只是做做局部的毛孔特写 做做教程就没有问题 那这些东西以他的客重品项来说 如果不是高仿的 他应该能换150只羊的 但是他只要了40来只羊的价格 所以从这上面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但尽管我们认识 他也跟我讲这是货真价实的资料 今天我们就揭穿这个谎言 高仿的仿的确实很好 他的毛孔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但实际上我们仔细观察 毛孔的状态它就像是在水泥地上 凿出来的那些新坑 显得十分的生硬 很不自然 口说无凭 对比一下 我给你们看看天然毛孔的状态 它就是大自然 由各种坚硬不一的东西 撞击出来的小坑 这个小坑 然后再由常年的水流重刷 坑的边缘就变得很圆润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光泽感 这种统一性 我们称之为是自然 这个它就很生硬 就缺失了这种统一性 这就显得非常不自然 所以这个就是假毛孔 真毛孔的感觉 是不是很舒服大气 这个是假毛孔的状态 你们找找感觉 如果没有对比 很难发现问题 但是我们对比出来的话 事实摆在眼前 它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但实际上我已经放得非常大了 形成记忆点老铁们 自己去古玩市场 练练手吧 最后给你们看看这个真毛孔的呈现的感觉 你看刚才放大了就是这块区域 确实很好 这是一块美玉 看起来像是一块肥皂似的 所以喜欢玉也有这个原因 就是说一块石头怎么看着 有生命感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纯粹一个科普 观人 那我问你 两情相悦 正不正错 谢谢观人 谢谢观人 谢谢观人